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觉得相对来讲 斗舞这边的穷者应该会打的偏保守一点 哎这边上来直接找大富 骗了一块怀表走不走 不走的话闷个薄命 主要他的整个击倒时间 有个先知存在 可能会到三台 说实话真的 你击倒掉大富要三台 因为有个先知的鸟 前面找到的是陈某人的杂技 这个杂技也不好抓 我本来想说什么呢 就这把上来抓先知 看抓先知的一个时间点 这里技能被封进板子 有抽到的机会吗 一个刀漂亮 这刀抽到非常的关键 这刀抽到 如果能形成 或者逼出鸟也行 直接就往里跳 他没有闪现 没有闪现是个传送 那这边鸟给上好 再绕一圈 这边杂技的话 这一圈绕完 手里面有球 还有一个窗坦 你刀抽到没中板子拍掉 差不多了够了 对于穷者来讲 这个牵制1分30秒就已经到了一个及格线了 就是一个有牵制能力的点 不是说像有些没有牵制能力的 我们不说 有牵制能力的点 1分30秒牵制割据 我觉得是差不多了的 当然这个割据没有闪现 如果说比如说有闪现 那把闪现也逼出来了 那就是一个比较优质的牵制了 因为这个就是机子是超过两台半的一个总量 这里找到空军 这刀没打中 再补空军救完人以后 交枪杂技还有牵制起来的可能性 因为杂技这边的话 那他没有窗坦 他有窗坦看错了 我刚才看到男这边去了 换抓男吗 换抓男 不好啊 换抓男的话 他这边挂上以后 他得传送去找这个杂技啊 或者去逼大副也行 大副这边是被通缉的 找大副 逼怀表 他这波打是要去把穷者的节奏打乱 这里人挂上 要么打一波什么呢 就是一刀打中大副 然后传送人救不下来 要么这个时候 他其实只能是传送了 排错方向了 这波让大副把人救下来 这个局就很难打了 再追一刀大副 哇 传 传 传 是一个大遗产 需要一点去补密码机的时间 这机子够了 那这样子还行 那外围两台都在进行 但是有一台已经开了 可以派人过来卡 对的 现在 传送不交顶过去可以的 把这边的杂技抓了 然后传回头找空军 把空军击倒以后挂飞再回头来 他主要是先知跟杂技只要有其中一个人能够把手上那台给他破 目前来看这边传 过去找杂技 但是 那边救下来再补状态了 杂技也是一个二挂 求救者这边的话 硬打这边的容易出事情 但是他们硬打有一个什么点的 就是女鬼是没有传送的 现在是没有传送的 如果说这边选择补状态 起新机子 不要这个杂技重新打 那也是用打法 但这样的话的女鬼可以拖出一个新的传送 斗人这边的话有什么想法吗 目前来看好像人都在往这个方向涌 然后留了个保险什么呢 让外面的空军新奇台机子 两个人来保一个犀鸟 一个救人扛刀 反正能保得活保活 保不活我们那边机子也能量 反正你们一传送管不了那边空军 捞不捞得下来 捞下来扛刀 完了这个局要被多跑了 那边60多的机子 这边选择管先知 这个先知 再反手再追杂技 杂技是个挂飞 杂技是个挂飞 一刀打中的是大富 先知这边有过来接应了 那他可能要挂大富了 挂上大富的话 先知在旁边吸鸟压鸡救人 杂技的话溜走去往门边走 现在这个局有两个挂飞的点 你说这个局多跑呢 哎 先知吸出鸟的票呢 那这四人开门战 穷者是一个两边贴门 先知也贴门了 管先知吗 先知给压力 门点开 穷者平局起步 他把先知赶走才行 因为那大富很耐住 你不能接船 赶走那边门开了三跑 哎 看一下 已经出去了 是的 所有传送 但另外门也开了 跳地窖 哎 有个人选择跳地窖 还要选择让一个人去地窖 哎呦 对你来说这有点太伤了 传了 哎传了 能不能把这大富捞下来呀 哦 捞不下来 跳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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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某人这边跳地窖 三跑 也就是三抓队三跑 抖五一个 6比2领先四分 哎 有思路在只是可能 他怎么没跳地窖呀 做门 也行吧 但这个距离的话 杂技应该还是很顺利的 因为这边卡了一下脚 顺利出门了 第一回合 GR的选择一下 啊 这边我看到了